大家好,我是韩瑞森 我今年十岁,我已经在北投住了十年了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我不了解,不清楚,甚至没有去过 所以,我这次决定自己亲自去那边走一趟 并且找比我住更久的北投人来帮助我了解那些地方的文化及历史 现在,就跟我一起走吧 GO! 阿嬷,你在北投住了多久? 我67年到北投 但不是现在的地方,是在路边那一间房子 那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以前的北投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我是67年来北投过年的 但66年还是67年年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很大的水灾 那是因为那个大水把那所有的,所有的那个淹,把那个大堂全部淹没 那我们是从...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买了 在养老院的对面,我已经有房子 然后,就过来是从外交部那边,我把车子停那边 然后,非常非常多的大石头挡在路中间 我跟我先生是跳着那个大石头,来到我的未来的家 要看有没有受损 所以那一片的稻田就是因为 有现在的停车场是因为那次的水灾 把那片稻田全部淹没 以前跟现在,就是整个北投 最大的,就是除了桃子厂跟大南基修行车厂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以前很空旷 非常的不热闹,非常的那个就是 怎么讲是,人烟稀少 对 妈妈,你在北投住了多久啊? 我从小就住在北投啊 好,那你可不可以请你说一说 小时候的北投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北投,我觉得 因为去了台北市之后 我觉得我们北投很像乡下 很像台北市的乡下 然后,因为我们家出来 车道就只有两道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像台北市的乡下 然后,大家生活都很樸实 然后,只有到北投市场这边 才觉得比较热闹一点 对 那,在你眼中 小时候的北投和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有了捷运之后 北投到了假日之后 会变得很热闹 然后,很多观光客啊 外国人都会过来我们这边 然后,尤其是那个北投公园那边 就变得很热闹 今天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带你们看北投 北投,你们可能会觉得 北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改观 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泡澡市 陆星刚来泡澡市是许多老人家中午休闲的时光 最长期的地方 刚泡完的脚位非常好 但是泡完之后,你的脚都 你就会觉得全身很舒服 然后,不消除了最近的压抑 遇到一个阿婆 所以,差点被抽中 这是新北投车站 前面超过热闹 就知道这边 算是北投中的繁荣地区 这里是北投公园的喷水池 还有很多人 北投常常会有街头艺人在表演 爸爸妈妈每个朋友来到北投 第一个就说 那我们去北投公园好不好 那边,那边觉得那边是一个特色 所以,当然一定要拍得北投公园 我们在市场 soda裡 现在是北投公园就是这样 那边向北投公园为抱房 烏龜大根油的 這邊是北投的兒童樂園 它是舊的 然後就是很 就是大家現在都會去那個 新開的士林那一間 但是北投這邊也有兒童樂園 所以這就可以代表一句話 麻雀吹起來 是不是 兒童樂園裡面的遊樂設施 雖然很簡陋只有秋千霞 沒有啊 但是沒差啦 能玩就可以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七星公園 然後那邊有 就是重新復原的 那個 舊北投車站 現在看到的是 改進過後的北投車站 那邊有那個 1916年的那個 新北有車站的那個 那樣子 就是有照片 就好 哪 我會對北投車站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它 它走路上這個外表不遠 它裡面那些什麼座椅啊 還是一些收費的地方或者是票站 然後車子進站裡面都不甜的 都只有它外表不遠而已 然後也跟里長講的差距也都不一樣 如果你就是旁邊看到的那個 它有什麼就是它的窗戶 那現在還是看到的窗戶是不良的 所以它這個外表很美的 剩下的裡面其實又是做了一個展覽 跟它的歷史簡介 紅椒 木頭的味道 然後開一盒 這個就是有油膩捏 有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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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關係 慢慢走就到了 就是我們現在要走得上去 然後因為北陀屋靠山嘛 所以坡度 所以上坡路最高可以達到45度 所以 而且我還要在爬 我還要在爬500公尺 好 累死了 這是我們在上山 上那個 你看什麼地熱谷都看到的 你看很多人都沒有公責心 我們不但把水瓶 我們就是喝完的水瓶 然後這邊你看多了 那個蝦冰和二色 這是超美功德的 好 現在我們到的是北投的第二股 然後它水溫大概是25到100度 它對建物的複製性非常強 所以才會供起來 因爲第一個是怕別人上香 第二個也是怕建物水被複製 可是現在你看到的是第二股 它這邊油脫非常的多 然後煙霧有非常多 我最喜歡的就是還是櫃子坑 因為櫃子坑的石櫻沙漾會比這邊的北 因為北投石櫻比較少見 那石櫻沙漾我是覺得它是一個特殊的石櫻 不然我就那一捏就碎 但是我最不滿意的就是新北洋車 因為新北洋車在雖然裡面複裕了 但是外面就是 就是只有外表複裕裡面就是很 就是只是把裡面的一些歷史展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領域可以複裕成像外面那樣 然後也是用就是不要用到任何一根釘子 然後我會覺得比較好 那你有覺得北投變好或者是變壞嗎 還是什麼都 北投變得很繁榮啊 那就是越來越好的 現在的北投 你覺得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啊 當然 還是有慢慢在破壞的地方 有沒有破壞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建築物很多以前空地的那些建築物都沒有了 那當然是有一點破壞掉了 在以前地熱谷這邊就是把它縮小 它就是可以真的是就沒那麼大的範圍 就是真的是到處都冒著溫泉 你可以在那邊煮雞蛋啊、煮一頭啊 真的都是很那種就是很過去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現在真的是你要吃溫泉蛋 除了外面買,除了媽媽做啦 對不對 就覺得是很快 很快 比較快 在那裡 就算了 才會遺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